今年高考数学非常难 咱们来说说这英语的加减乘除怎么说啊 同学们第一个啊 就这个plus and add plus它作为加是个借词 而add作为动词出现的 我们看 5 plus 5 is 10 这5加5等于10 这加同学们在这啊 可是一个借词 注意了 而真正动词这句话的is 5 plus 5 is 10 好第二个 10 minus 3 is 7 10减37 在这句话当中 你看这减听着很像是动词 但它不是动词 这动词还是是 它这作为一个借词 就是10呀 减去了3 得说减去了3的10 minus 3 相当于是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是的 减去了3的10 是7 同学们看到没有 好再看 If you multiply 4 by 5 The answer is 20 如果你乘于4 通过的乘多少呢 乘于5的话 如果你乘4的话 乘于5的话 就乘4通过乘5的话 The answer is 20 这个主句就是答案是20 然后这个乘还可以叫times times在这里是借词 叫3 times 3 is 9 3乘3是9 同学们感受一下啊 然后这个divide也叫除 30 divided by 3 is 10 但这个除呢是动词了 在这里它出现是以非语动作 后制定语向于后制形容词 修饰这个这个三式 三式怎么 三式被三除的话 答案 is 10 同学们有学费的 请打1 4 6 6 7 7 7 9 9 9 感谢观看